在经历了母仇之战的惨烈战役之后,整个泰伦帝国意识到了未适应战争作出装备百粮的重要性,火福逐渐被截略者所取代,大多数的火福步兵戴上了全新的截略装甲。 当然,帝国的一些角落,诸如凯默瑞丹联邦这样的组织,仍服役着少量的火福步兵。 不过,从帝国叛逃起义的雷诺游席兵军团中,火福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迈尔斯·劉伊斯加入大了其中,并成为了当中最出色的艺人。 英勇的表现和显色的战功让迈尔斯·劉伊斯成为了火福的代名词,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绰号,布雷德。 纵火狂的城长布雷德从小就被火焰充满市民,帝国与一虫交战的阴影贯穿了他的海底时代,他也一直渴望着未来有一天,用火焰净化掉这个兴区上所有可封的虫子。 布雷德一直崇拜着帝国火福作战第一人,弗兰克提尔顿,就是一个可怕的纵火狂,杀人狂。 不过在喜新革面后,弗兰克提尔顿将自己的暴力倾向带到战场上,倾泻给了战场上的一虫,从而立下了赫特战功。 不过理想总是会和现实有着不小的差距,随着布雷德成年,渴望成为一名火服战斗员时,帝国已经不再重视这些未抵抗疫重进攻令效号码功劳的纵火皇,取而代之的, 却是可以更好对科技发达的心灵以及体型巨大的雷兽,造成更可怕杀伤的劫掠者。 布雷德没有放弃希望,在雷诺的区域军逐渐掌控帝国军方权力之后,布雷德成为了雷诺组织的一员,令布雷德感到兴奋的是, 雷诺的军团重新开启了对火服部队的重视,而布雷德也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DM-C660重型战斗服。 布雷德终于可以像许多先辈一样,站在年服部的军台上,稍左手不清地包围过来的一重,就像他从小崇拜的英雄弗兰克皮尔顿那样。 火箭门退进骨骼上的皮肉,也能当敌营绕一心头的罪恶,他能洗掉一切污浊,我妈妈从小就叫我要讲卫生。 这是弗兰克皮尔顿的一句名言,布雷德银翼至今,便一步步激励他走到了今天,强大的武器母朝之战后,帝国开始总结与一重核心零交战的教训与经验。 当帝国军队开始重新评估其自身的作战体系时,他们意识到当下的军队思路仍然停留在一重战争之前的人类内战时期,所以他们急需一种攻防一体的作战单位,不仅具备强悍的防护能力,并且配备有足以能够撕裂一重坚硬假俏的重型武器,用于来生的辨识截劣者。 这些与一样产,同同步行坦克丹的强势支援单位弥补了帝国步兵阵线的缺失环节,既然是改进,那么火服作为截略者的前身,后者身上肯定还留着前者的许多人的,截略者沿用了火服所使用的BMC-660重型战斗服,这是帝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这种厚厚的战甲可以让火服成为小型的坦克一般,即使是炮弹打在上面,也可以通过特殊的魔网收缩科技达到减震效果。 来自帝国乌尔夫工业最骄傲的尖端科技,对于重型原始的利兆,想要撕破这种重甲,显然更有难度。 布雷泽同样也穿戴了这种量产的铁皮壳,在护服背部,装备着布雷泽这关重要的弹药,等离子油罐,不过作为火服步兵中最出色的一员,布雷泽对他赖以生存的战斗服进行了这关重要的改进。 如今这种等离子油罐除了提供必要的武器染料外,还可以用来直接喷射,经过特殊的改装。 这些燃料可以让火点燃的工序直接从武器下方的发射口中喷射出,这种高浓度的粘稠燃油常常会让卡在上面的人分布难行。 除了主武器的温化,布雷泽的战斗服相比其他火服成员,也有了许多细小的差异,在自己身体四周。 布雷泽特别配备了许多危险火箭分射口,以应不为攻而来的群群敌人,遗憾的是,这种可以潜注提升火服战斗员在战场上存活率的改装,却一直没有用于帝国,对CMC-660战斗服的量产。 除了火服在军中预见衰弱的地位,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额外的生产成本,即使拥有着诸多特别与众不同的武器,布雷泽仍然使用着传统火服队员配备着的装备,而所有的改动都是基于这些基础的配备。 除了CMC-660战斗防护图,布雷泽使用着标配毁灭之炎喷射器,这种可怕的火焰武器通过布雷泽身后的燃料罐提供燃料,除了基本的灼烧,这种武器所喷射出的火焰还带有特殊电灾效果,这种燃烧电灾轻易即可渗入一重载效,体型较小的一重可谓是裹在自己的皮肤里活活烧死。 新的战场在取得起义的胜利后,尤其兵制作夺取了兵权,一场起义战争的胜利为帝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即使新区仍潜在着心灵和一重的威胁,但战争已经不再如当初那样频繁。 布雷泽是一个对战争和纵火幸福痴迷的狂热分子,就算是在短暂的和平,也足以让他在安逸的环境中无法承受这种世人的痛苦。 他始终记着曾经被崇拜的那个纵火笨子,弗兰克皮尔顿的名言,他始终都没忘记自己想要烧尽新区所有一重的海皮梦想,但和平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命运至这个为战争来生的火焰狂人格外照顾。 布雷泽来到了时空枢纽,这里虽然没有太多的虫子,但却有着打不完的战争和数不清的敌人,这些敌人似乎并不比曾被他杀死的那些跳虫。 但显然,布雷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他的对手尝尝,新时他的火焰会有人样的下场。